大家好,我是KKTrader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2022年 中国的五十青年节,祝大家快乐 反正咱们现在已经过去了青年 现在呢,在美国也待了20多年了 反正呢,中国的节日的话,在微信里头也有说 五十青年节发表一通言论,祝青年节快乐等等 我们在美国还是过我们的日子 美联储包围而平息,加息75基点的言论 美联储周三加息0.5个百分点,这样还好 一直在说加75个基点,这样的话是把大家吓会了 昨天市场真的就走出一波 上涨的行情,还是让很多人高兴的一场 美联储批准加息0.5百分点 加大了一通胀的斗争 新闻要点公司当天的头条新闻 这几天没有做视频,对不起啊 非常忙 也非常的累 欧盟提议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俄罗斯不是在出口石油吗? 欧盟提议在6个月内禁止进口 哦,是欧盟进口俄罗斯的原油 成交俄套不穿起苹果聘福特高管加速 开发电动车 据说苹果发了特斯拉的人才 这回又聘请福特高管加速开发电动车 看来苹果在第一位应该建仓 星巴克计划投资约2亿美元 以及对定制冷眼订单日益增长的需求 美联储加息对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太多了 意味着房地产价格要向下 意味着物价下调 好,现在好多物价几乎都翻倍 是不是这么说? 为了对抗40年来最高的通胀 更高的利率将是购买房屋或汽车 或携带信用卡余额的成本更高 对,你信用卡有余额 你不全部付完 你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联储在疫情期间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后 于3月份开始加息 0.25的百分点 中山的上调将加速对美国人的钱包的影响 从渐进到更加突然 这也是个好事 密质在的通胀 正在解决一度一名度假者提起的数据 这名度假者声称 他在加州阿纳海姆的迪斯尼乐园酒店度假时 被臭虫咬了一口 10万美元 哇,这两个 咱不看那个 今天早盘中断市场更新市场 涨跌户线 纳斯达克波跌一百点 上午美国股市涨跌户线 Why AMD shares are rising 为什么AMD大涨呢 看一下AMD 我曾经买过AMD 真的大涨 但是请注意 这个支撑点 这个支撑点如果突破 也许会继续上走 但现在这个是日线图 它已经金叉相交 是否现在是开始大涨到开始呢 还请大家继续观察 但是这个点低于这个点 然后呢 虽然是这个点还是低于这个点 但是这个点高于这个点 是否是反弹开始的信号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AMD 高盛的澳门海默 谁在担忧 修处股市将喷升 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信号 现在股市要喷升了呢 美国国债收益率 在美联储 与其加息之前 小股上涨 通用汽车SNAP 及其他的两支股票 内部人士 正在抠售 谁呢 Espadia 正在抠售 还有这个康斯哥 不对啊 他在长 这个在抠售 瞧一瞧 他什么情况 对啊 他在抠售 结果今天一根 下 眼线特别长的 看一下 看一下 Espadia 再回来 美联储加息 会不会成为 遭受重创的 美国股市的 初清事件 投资者周深 关注的是什么 苹果 大涨了 百分之四 亚马逊 涨了百分之一 比尔商务 奈飞 涨了二多级 其一个 安抚的作用 是否还有 会继续在下探呢 签算事件 股市表现先对 点好 一小幅上涨 结束了震荡的 交易 走二 今天是周三 Uber 那家Lib 都受到冲击后 优故 股价在震荡 交易中下跌 超百分之十 这是什么情况 然后上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呢 在这儿跌的是最后 十几块钱 现在是二十八 涨到过六十四块钱 所以现在股市是否 看比成功 看比结束呢 我们再继续看明天 是否会下跌 如果下跌的更猛 就是说有人套利 今天新外部 不知道什么了 Surged Imports Widened U.S. 进口基金 进口 基增使美国贸易密差 扩大 只创纪录的 一千零九十八亿美元 爱比营 Airbnb 财报超预期 股价大涨 百分之八 Airbnb 大涨百分之八 都不一定 现在 中国的疫情 又这么严重 但是它的 也不在上升 现在一百五十六 最高到过二百一销 我看是纯属 炒作 亚马逊 全时超市 将关闭六家门店 以下是清单 营收 Moderna 营收 六十一亿美元 净利润 三十七亿美元 天 Moderna 这个疫苗 美国四月 民间就业人数 增长 放缓 聚业人数 放缓了 OK 然后呢 这是今天八点 涨到八点 它就是 Premarket的 StockMover AMD StockUp Airbnb Moderna And more 外的布置 警告远离居家办公股票 还没到抄底的时候 远离居家办公股票 还没到抄底的时候 就是说奈飞 还有DogSign 现在还没有到底 尽管他们已经下跌了超过百分之七十 投资者应该继续远离那些典型的居家办公的股票 我看也是 因为现在还有疫情 所以这个 这样的股票 我觉得现在好像还没有到底 那就继续关注这些股票 不到底 还不要进场 否则还在中位也好 高位也好 套牢 那也不划算 内服着失败之后 优惠的业绩 令人生了一口气 股票稳定下来了 真的稳定下来了 不一定 有些都是消息 人家出消息 然后卖掉股票 还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在股票市场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候 应该快进快出 握着的股票意味着跌跌跌 倒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到到低点了 然后又涨上去了 他们的做法是哪种 一波两波三波 就是第一波 还会有几波 所以现在不太好看 连那个 Warren Buffet 巴菲特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而是告诉你 要投资自己 永远不会错 市场是怎么走 都是 现在说 华尔街市场都是大便的 都是这个 怎么说 玩不好 你就要避免采坑 避免 避免这个被套 现在是这样吧 没到抽底的时候 好的 我们现在再来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 一些股票的 一些 这个数据 OK 今天 今天 今天涨得好 我觉得今天 应该涨得不错 因为这是个十字星 我昨天没有上视频 昨天特别晚 哎呀 就是搞得很疲劳 没有做视频 这是个十字星 我就说 你一直再跌一下 第二就是 因为上去也不想跌 那么只有一万 大上 或者下 他这个上一下 明天我估计会出现一个手印件 来调整一下 这些获利的筹码 明天也许高开 低走一下 也许呢 明天 第一呢 再高走 但是我觉得 不应该有这么一根 大的阳线 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量 怎么样 昨天的量 怎么样 这三根阳线 right 这两根阳线 都是比较 很大力度的进场 对吧 这个呢 也是一个挺大力度的 做空调 在这儿 是否是挑头 假突破 明天再看分枪 OK 这个呢 也是到一个支撑位 明天是否来一个小阳线 还是来一个小阴线的话 然后继续阴下去 或者是呢 这个再继续上走 来一个小阴线 然后继续把它退 因为在这里 是一个阻力位 right 这条线 这个阻力位 看一下 SPY SPY一根大阳线 今天 right 今天一根大阳线 但他的量 没有浅点 这个大 所以还有阻力进场 拉动股市 BIA 看一下 同样一根大阳线 穿过了这个的 算不算 穿过这个的 这个这个 这个阻力位 算不算 我是给他画到这儿来了 然后又调整一下 但是就在这附近的 反正是一个阻力位 明年如果继续出现一个小阳线 然后再回条家 然后再往南拉 主力也需要钱 他呢 要把筹码洗一洗 在高位腰出货 获利平常 然后再继继续怎么走 是否这个顶部 现在是第二个顶部 不知道 现在 俄乌 战争还没有结束 再看一下我这只股票吧 我把它卖出去了 3块01 现在 现在走到3块09 不知道 前几天我也看到过 两块八毛多 没有进场 不敢进场 我是在这儿卖掉的 然后呢 就跌过来 然后上去了 所以没敢接近来 今天涨到 3块1毛 是否还有我进场的机会 还是 等一等继续往下跌 不知道 DWAC的话 他那个 冲高 回落 三分面线 然后今天是个十字清 这些都是川普外面股的 这个股票 在慢慢的 在 在慢慢的在涨 所以这只股票呢 3块多 他也到过 没敢接 没敢接了 就3块9了 注定 看见了 没敢接 其实接一点也可以 先检查 然后再看一下 其他的 比如说Jロ 还有福特 福特13块多了 没敢接 然后福特汽车 现在呢 他的高管 被苹果罢走了 所以苹果也有机会 福特呢 也应该有机会 因为他这个是老牌的 老牌的这个企业了 然后呢 这个是Jロ 也是叫最低 38 38块 三毛一 看一下周线图 所以他的低 所以他的低点 他在15 是吧 15的一半 整个30 30块钱 我也没接 是吧 所以在30块钱左右 26 在这左右 能不能接到 我不知道 30 40 现在44 好像说还没有到底 这是周线图啊 再来看一些花旗银行 倒霉到底 他的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是分红的 特别你分红 这个的话呢 花旗银行 这周线图 最低点在这里 32块钱 现在走52块钱 那么他是否能走到更低呢 你银行股是否吃香 说吃香吃香 结果 他还是 这银行股 还是在走低 最低点32块钱 这是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的利息呢 3.91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花旗银行的利息 3.91啊 这支股票还是不错的 利息也比较好 股息比较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特斯拉的话呢 和这个推特 推特 这个这个钢铁的股 股票啊 钢铁的 Metal 他走到这个的时候 我没进 十几块钱 我没进 结果次次就往往涨 下一个自称位 现在就在自称位 不禁 是否我们在走到这儿呢 不知道啊 所以的 这原材料还是比较不错的 苹果 119被震荡出去了 你知道 就在这儿被震出去了 就在这儿被震出去了 那时候应该接单的时候 哎呀 台积电呢 现在也走得很低了啊 台积电 台积电 看周线图吧 看来大一点 台积电啊 然后我觉得台积电 82块钱是否 或者是这一点 再60块钱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